早产生下了肚中的男宝宝 但昨天就因为多重器官衰竭而死亡 不幸中的大幸事 小男婴的命保住了 而且快筛之后排除感染心流感 医护人员双手何时祷告 希望早产儿能脱离险境 也为她的越南籍妈妈悼念 因为这名孕妇早产生下 小男婴之后两天就因为心流感死亡 早产的原因可能跟小妈妈一个重症 那一个急性的呼吸 肿破症候群 然后又使用一个液克膜之后造成的 出生的时候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 全身发直 经过我们小药科紧急插管 给一些急救药物之后 小朋友的情况是慢慢有稳定下来 小男婴重824克 才27周就来到人世间 还在加护病房观察中 23岁的越南籍孕妇8月17号发高烧 不久就验出新流感 23号病情恶化 9月11号自然产下男婴 两天后死亡 成为新流感首位死亡的孕妇 医院也随即为小男婴注快筛 结果是阴性 张化的另一个死亡案例 是八岁的脑麻女童 总计新流感死亡人数达到14人 新增7个住院病例 还有61人住院中 疾管局表示这个礼拜天急诊人数 比前一周下降约17% 依照目前感染死亡数字来看 台湾的死亡率会落在千分之一 到万分之二中间 民事经文张会 李志宏 彭志龙 台北张化 综合报道